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1年5月的一天 我照例带着我的精疤狗去柳弯 当我抱着它时 它用前掌挠挠我的左乳 挠得我生疼 直掉眼泪 第二天 它又挠我的左乳 爱人陪着我到医院看医生 医生说没事 开了很多致乳腺增生的药 我吃完也没有什么感觉 但精疤依旧没天脑 我又到一家大医院检查 医生说是脂肪瘤 没有多大问题 做不做手术都可以 但我疼得厉害 心里害怕 主动要求手术 7月14日 化验结果是恶性的 医生护士都庆幸我发现及时 因为是最早期的癌变 我也很欣慰 小精疤救了我 术后 化疗六个疗程 放疗一个疗程后 我得了放射性肺炎 憋气 夜里躺不下 只能坐着睡 经病友介绍 我到北京某中医 吃了三个多月的中药 效果可以 但因路途远 我的身体弱 便一次开一个月的量 药费将近三千元 我因体力和经济能力都难以承受 就停止了 2005年的春天 经朋友介绍 我了解了中医时令养生 郭丽娟养生师 开始为我调养 即以素食为主 起居规律 调整心态 这么多年来 时令养生师 被我提供的服务始终如一 每到节气变化 他们都及时提醒我们 养生应该注意的事项 将养生融入到 我们的衣食住行当中 我因家庭经济不宽裕 无医疗保险 所以没有再去医院复查 有一个阶段 每天四到五点 爱人陪着我起床喝茶聊天 感觉非常好 精神头十足 气色好 心情也舒畅 我体会到 顺应自然 身体就舒服 心情也舒畅 晚睡晚起 精神不爽 头脑不亮 做什么事 常有不顺心 刘院长提出 让老百姓 向养生文化要健康 真实不虚 文章 来自河北张家口 孙学静 2013年1月28日 承恩老师点评 善缘留给善人 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 离不开一个圆字 善人结善缘 本文中的小狗 反复提醒主人 使其及早发现癌肿瘤 躲过疑难 世间很多事 是人类难以想象的 所以佛家提醒人类 存善心 讲善言 做善事 这是古代圣贤的 尊尊教导 认真做 就会结善缘 有好报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 让我们感恩作者 和 承恩老师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承恩